幸福曲线学说面临的挑战 并不是每个人都相信这些发现 U型曲线存在一个值得详细讨论的潜在问题 因为它将研究推向了意想不到的方向 U型曲线是一种大数据现象 布兰奇·弗劳尔·格雷厄姆·奥斯·瓦尔德和其他研究者 通过分析几万几十万甚至几百万人的数据 收获了这样的发现 人口数量巨大 因此研究者可以用强大的统计学技术发现其中的规律 20世纪60年代 还没有这类大型国际性幸福调查的数据 当时埃里·奥特·杰奎斯提出了他的中年危机假设 数据不是人 因此心理学家不幸福 他们认为 如果你想了解人们过得怎么样 他们的满意度如何波动 你需要采用小的 多的样本 区分不同的个体 通常需要详细地了解他们的生活 你不应该或者看似不应该对人类体验进行大数据分析 运行曲线学说 还面临一个挑战 如果你在1975年问100万不同年龄的美国人生活状态如何 你会得到一个巨大的数据集 但是它只是1975年美国人生活满意度的一张统计学快照 假设1975年30多岁的人和60多岁的人比45岁的人觉得更幸福 那只能说明这三代人在生活中有不同的境遇 或许45岁的人在成长经历中经历过经济大萧条 艰难的经济局势给他们留下了心理伤疤 使他们对生活的态度普遍不太积极 这不是假设的情况 当初经济大萧条让我父亲变得悲观 在金钱方面缺乏安全感 喜欢囤积东西 为了证明忧心曲线是真实存在的 不是同纪学家所谓的同辈效应 你需要比较不同年份出身的人 他们要具有相同的年代经历 这当然是不可能的 或许你需要追踪个体的整个人生过程 这需要花费一生的时间 而且很多人会退出或消失 最终剩下的人会耗费巨大的财力 即使最终研究一年也相当困难 因为少数研究者找到并分析了终身数据 但U型曲线并不是始终如一的结果 2002年华为大学一位年轻的研究生 尼克·鲍德·塔威 想申请读奥斯瓦尔德的博士生 鲍德·塔威是泰国移民 他想研究佛教经济学 而奥斯瓦尔德引导他研究有关南非幸福的数据集 他当然也发现了U型曲线 我见到鲍德·威尔士他快40岁了 已经发表了几十篇文章 还出版了一本有关幸福经济学的书 我和他约在伦敦经济学院的地下咖啡馆见面 他告诉我 我总能看到他 几乎我的分析每个数据集中都存在U型曲线 当时他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一位教授 后来回华为大学 但是南非的数据依然只是快招 鲍德·塔威想得到动态的图像 于是他 奥斯瓦尔德和另一位学者 特伦斯成设法 找到了对人们进行追踪的三个国家 澳大利亚 英国和德国的四个数据集 他们采用统计 分析 对每个数据集进行了分析 这样就能查出他们所说的生活满意度 是个体内的改变 他们四个数据集中都发现了U型曲线模型 底部出现在40岁的不同时期 这证明了随着个体衰老 人们确实会经历U型曲线模式 虽然不是所有个体 但这足以证明随着年老U型曲线模型 是个体真实的经历 鲍德·塔威补充道 它确实存在从根本上说重要性不言而喻 但它有多重要呢 是生物性的还是文化影响 是外部压力的结果 还是先天设定好的 带着这些问题 奥斯瓦尔德出于直觉 给美国比较心理学家亚历山大维斯 发了一封电子邮件 来自星星的启示 有时候职业生涯和重要发现 只是秘密的捉弄 亚历山大维斯在夜晚的势力很差 他就职于爱丁堡大学 说得更明白一点 他通过研究动物心理 更好地了解人类心理 他在攻读硕士学位时研究的是海逵和猫杀 攻读博士学位时研究鹅子的心理 但夜忙正是他打消了这个念头 在他寻找替代的研究课题时 一位导师邀请他加入某项对黑猩猩的研究 如果你是人 那么五项基本的人格特质 对你的人格和幸福水平有很大影响 这五项人格特质又受基因的影响 这种理论被称为大五人格 通过神经质 外倾性开放性 疑人性和尽责任者五种特质来描述人格 积极乐观特质 往往聚集在一起互相增强 形成积极乐观的人格 维斯和他的同侪称之为共活力 我们在很大程度上 遗传了父母的人格结构和基础的幸福感水平 人类的主观幸福感 不仅和人格结构密切相关 而且两者都是可以遗传的 但是生物学成分到底有多重要 人类的近亲有助于帮助我们寻找答案 维斯和两位合作 决定研究动物园里的黑猩猩 维斯研究发现 黑猩猩的人格与幸福感中的一个主要因素 它可以很好的反映人类外倾性和低神经质的特质 这个因素具有很强的遗传性 与幸福感密切相关 这个结果以及其他类似的结果反映了人类的模式 说明生物因素在幸福感和有助于提升幸福感的人格特质上发挥着重要作用 当我们谈论对灵长类的研究时 维斯说 那启发了我 我们可以通过研究黑猩猩和其他原类来更多的了解人类和人格与幸福感 在研究灵长类心理和人格的过程中 维斯完成两件有意的事情 第一 他和作者设计出评估黑猩猩和猩猩幸福感的方法 原类当然不会说他们感到幸福程度 但他们能够表达很多情绪 了解他们的情绪的饲养员可以担任可靠的报告者 例如评估原类积极情绪或消极情绪 他们从社交互动中获得了多少快乐 他们是否成功地实现了目标 多位评估者会给出一致的回答 而且他们的回答符合衡量特质的客观指标 如身体健康状况 因此维斯发现自己掌握了很多有关原类的感受的信息 第二 维斯发现年龄对黑猩猩的人格有重要影响 就像对人类的影响一样 他写道 人类人格发展的特点是变得更内向 好胜心减弱 情绪不容易激动 行为控制力变得更好 黑猩猩基本上也会发生这种变化 发现年龄对黑猩猩人格的影响很有启发性 这说明一些人格发展以及人格结构是高级灵长类动物先天的生物特点 维斯对我说 黑猩猩不需要出去找工作 我们的情况非常不一样 但基本轨迹是相同的 如果根据黑猩猩和猩猩50到65岁的寿命进行调查 进行调整 你会发现年龄引起的差异很大 与人类的情况非常相 而且我们还会发现人类和猩猩情绪发展的其他相似点 一天维斯突然收到了奥斯瓦尔德的电子邮件 之前他从未听说过这位经济学家 电子邮件很大的意思是 我看到你对黑猩猩和猩猩进行幸福研究 我的研究发现年龄与幸福存在于U型关系 我想了解你在对原类研究中是否看过这种模式 他没有查看过 后来两人决定见面详谈 不久之后 维斯开始分析336只黑猩猩和172只猩猩的数据 它们大多数来自美国和日本 也有一些来自澳大利亚 加拿大和新加坡 结果显而易见 维斯说 在对原类的研究中 我们找到了证明U型曲线的有利证据 原类的幸福感相当于人类45到50岁时降到最低 相应的论文发表于2012年的美国科学院学报 奥斯瓦尔德维斯和其他几位合作者写道 我们的研究结果说明人类幸福感曲线并不是人类独有的 尽管它的部分原因在于人类生活和社会 但根源在于我们和类人员共有的生物机制 这篇论文引起了轰动 黑猩猩竟然也有中年危机 维斯对我说 当时这些令人无法接受 没有人比奥斯瓦尔德更吃惊 他没想到自己不着编辑的直觉竟然应验了 直到第三个数据集结果出来 他才敢相信 若敢年后 当我们见面时 那段记忆他依然历历在目 我记得有三四次我坐在办公桌旁 心想即使我死后 他依然会流传 他要么是错误 要么是人类根本性的特点 奥斯瓦尔德是一位优秀的经验主义者 他说有人复制了原类的结果 这让他松了一口气 我问他认为那么多普遍 他回答我答赌 这是一种非常普遍的人类现象 至于普遍 他指的这种倾向具有普遍性 但不是每个人都必定会有痛苦的 中五年 我认为所有人基本过程都是一样的 我可能错了 我一直保持着开放的心态 但数据显示如此 正是原类的研究使我注意到心肤曲线 一切都说明我四十岁的不满和环境无关 从某种意义上说 甚至和我和有意识 有理性的自我无关 原类似乎能搞定这些 作为人类 我没有做出更糟糕的决定 或者让自己消沉或沉沦 我甚至不需要搞明白自己为什么有这样的感觉 如果进化出有某种原因让我们在中年时感到不满 那我们也许不会知道为什么 大自然为我们设定了固有的生理和心理过程 很少让我们洞察这些过程的原理 所有这些有助于解释 我们为什么总想辞去好端端的工作 这种白日梦很荒谬 但就是控制不住 随便说一下 我肯定经历过游行曲线 奥斯沃尔德对我说 好像在事后的领悟 在四十多岁时 他的婚姻破裂了 在那时 对幸福的研究似乎没有那么重要 我意识到后半生过得不怎么样 我认为方方面面都变糟了 布兰奇佛劳尔也经历了自己的中年危机 我的人生愿望是什么 我想出名 我成了常春藤萌校的教授 我们写了《工资曲线》 他和奥斯沃尔德 有关劳动力市场最具影响力的作品 当时我只有四十岁 我们觉得 比我预想来得早 我以为那是中年危机 我想要点别的事情 结果被困住了 他应对压力的方法是 买上摩托车和船 加倍努力工作 很多人应对的方法是一直工作 我会把时间用在工作和陪孩子上 没给婚姻更多时间 像奥斯沃尔德一样 他们的婚姻破裂了 还被诊断出患有癌症 他说那个时期可以用痛苦来总结 他原来在奥斯沃尔德刚刚五十岁时 他遇到了现在的妻子 事实证明他特别适合他奥斯沃尔德 对人生的看法发生了改变 对未来变得乐观起来 他告诉我 你会对自己更宽容 开始注意自己做得更好的方面 你没有必要执着于所有糟糕的事情 布兰奇佛劳尔也经历了类似的转折 他告诉我 在五十岁初期生活变好了 经过折磨人的七年 他从离婚中走了出来 他的癌症缓解了 他再婚了 生活幸福 从获健康 成为著名报纸和专栏作家 和英格兰银行董事会的会员 他变得更轻松 我越来越不愿成为一个乏味的学者 我没有什么要证明的 他的爱好是钓鱼 他以经济学家的严谨 谈论着这个爱好 大约傍晚太阳下山时 我去钓鱼 风和日丽的天气更适合钓鱼 但这种天气会有虫子 所以你要进行权衡 是不是布兰奇佛劳尔和奥斯瓦尔德 两人各自的再婚改善了他们的心态 或者他们的心态改善了第二次婚姻 反思与他们的交谈 我发现我和他们都不明白 幸福曲线的邪虑是如何改变的 以及生活与选择的改变如何相互作用 没有数据能解开这些谜题 不过我知道自己遇到了两个幸福的人 他们的生活都已经撞过了那个弯 在第一次和奥斯瓦尔德交谈时 我提到自己40岁出头 我的满足感似乎在上升 他感叹道 等着看你60岁的时候吧 Historical岁出力